短篇小说 永动机患者 作者 王力雄 朗诵 抗路 永动机患者是我在1979年写的短篇小说 以我在功能兵学院时去湖北山区遇到的一位智力发明永动机的农民 还有和他打交道的过程为原型 虽然那不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 却是我这辈子第一篇发表的作品 先是在民主强时期的民间刊物今天上发表 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用油墨印刷出来 后来北岛在1981年进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新观察杂志当编辑 估计因为是永动机患者不那么朦胧 容易被官方接受 所以北岛当作了他从今天带去的作品 在新观察上发表 算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用签字印刷出来 那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拿到稿费 对于那个年代的写作者 作品能被印刷出来 相当于是个温室分水灵 而且我在那以后就一直靠稿费为生 直到今天 所以这篇小说对我算是有起点的意义 小说中的主人公痴迷于永动机 他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做错误的事 结果当然必定不会成功 虽然这样的一生在其他人的眼中是悲剧 他却始终执着 绝不放弃 今天 永动机患者已经写出了四十多年 对我仍然有特殊的意义 不仅因为那是我的起点 还因为永动机患者 今天已经用来称呼我了 一些熟悉的朋友们这样叫 看似是玩笑 也有一半是当真 在他们的眼中 我的永动机就是从逐机递选制 到递进民主制 到层一制 这么多年 我在这个话题上出版了三本专著 搞出了两个专利 延伸出了西藏新疆 两个课题的研究 还有两部长篇小说 黄霍和转世 都是围绕这个主题 可以说 我一生的大部分所作 所写 所涉足的领域 几乎都是与此有关 这让我跟永动机患者挺相像 在我们始终都是一事无成上 也是一样 而且 我和永动机患者 又都是不肯罢首 不能停息 就如背负巨石的西西福斯那样 我接受了永动机患者的称号 把他当成一个贵官 甚至觉得 我当年写出那小说 说不定真是有某种人生的遇事 我遇见永动机患者的地方 正是在我首次想出了足迹地权制的地方 时间 也是一个 就是我去湖北山区 开门办学的那一次 记得是在湖北炎热的夏日 我们一群工农兵学员 围坐在户外的树荫下参加政治学习 周围群山吹着山峰 与政治辅导员的贾大空宣讲全部相干 足迹地权制的想法 突然在我脑中闪现 那感觉 就像是一束照亮世界的光 漠然降临 好像是一个来自来源神秘的天气 当然 在别人的眼中看 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天气 就是众神给西西福斯施加的惩罚 让他永不休止地把一块大石头滚上山顶 石头再重新滚下来 一切从头开始 对那种需要运用全身心的精力 去反复完成的无用功 加密是这样描写的 滚动巨石 成百上千次 把他推上一个斜坡 人们看到的是一张 拧紧的脸 面颊紧贴着石头 肩膀撑着沾满泥土的大石块 双脚插入土里 每迈出心的一步 双臂都要伸展拉伸 人身安全 只有靠那双沾满泥土的手 来保障 漫长劳作的最后 是紧贴头顶的天空 和没有边际的时间 此时目标便达成了 然后西西福斯 看着石头冲下山去 没一会儿便到了下面的世界 从那里 他又得重新把石头推上山顶 那张磨练的如石头般的脸 已燃成了石头 这个人走回山下去 迈着沉重而稳健的步伐 走向一种 他永远不知道终点的折磨 然而 加密尔却在西西福斯身上 看到了其他人所未看到的 加密尔最后的落笔写的是 西西福斯所有静默的快乐 都包含在其中 他的命运属于他自己 他的石头受他的左右 的确 对于永动机患者 不管他那个永动机的石头 能不能达到山顶 他所有静默的快乐 都包含在其中 而且 他的命运 属于他自己 我的表弟康璐 是位波音艺术家 他愿意用他的波音 对永动机患者 做一次声音的展示 作为我们兄弟异常的合作 从明天开始 《绝地金书》 将分四次播放 抗路朗读的永动机患者 节目有王我之作 请大家欣赏 谢谢抗路 谢谢王我 谢谢大家 打赏 感谢观看